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早知道,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做得还不错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三生三世枕上书前面的剧情,虽然不是那种虐到骨子里,但多少让人有些不爽。 凤九爱帝君低到尘埃里,打着报恩的幌子,其实是放不下对帝君的执念。 以至于在帝君去凡间历劫,凤九忍痛不得不伤害一个,爱他爱到骨子里的男人。 还好悲剧没有一直上演,否则真是偷心凉哈哈,自二十五集之后的剧情。 几乎全程以母校看完,谈恋爱后的帝君是一个,十足的浪漫老神仙,剧情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 在下也是被帝君这个,老神仙的恋爱套路所折服,在审殿里,帝君神出鬼魔地出现在凤九的身后。 小九回过头突然发现那个,让自己柔肠寸断的傲娇帝君,就在自己身后。 这般猝不及防下的凤九芳心乱跳,看到凤九紧张又不自在,又不是尴尬的样子。 帝君似乎挺得意的,一本正经的开始聊凤九了,看到我,你很吃惊。 既至如凤九只得表示自己是喜不自胜,第一次见到帝君开高兴了。 帝君对凤九的这个回答似乎挺满意的,竟不顾尊驾主动给凤九倒茶了。 这在凤九的意料之外啊,也不知道帝君这狐里卖的什么药,居心难测呀。 感觉帝君才开始谈恋爱就套路满满呀,凤九见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心上人竟在咫尺,似乎还有一接近他,既激动又惊喜。 但凤九又有别的顾虑,又或者是感觉刚才自己胡言乱语别帝君偷听到感觉太尴尬了。 所以假装连茶杯也拿不稳了,准备找借口溜走了,谁料帝君不容许啊。 你只不过打翻茶水而已,算不得适宜,似乎在告诉凤九,来来来,再陪我喝两杯茶咱们来好好聊一聊吧,帝君还很主动地给凤九倒了一杯茶。 看来是想和凤九亲近亲近啊,这既让凤九感到受宠若惊,又不知所措,不得不说,看不穿一个人的心思,也是很煎熬的。 帝君泰然自若地喝着酒,凤九心底却是五味沉杂,本想早点忘记这家伙的,为何突然又出现在他的世界里,似乎还在撩拨他,真过分,客观讲。 要不是帝君有其他诸多方面的优势能迷倒万千少女,在现实生活中,单凭那傲娇高冷又直男的性格,是找不到媳妇而滴,凤九只不过是借机想逃离,和帝君单独相处的场合,不料帝君把茶壶递给凤九。 这湖水已经不烫了,你要是把这湖水都泼在身上,才真正当得上是失忆。 三分钟就戳穿了凤九想逃跑的小心思,也给凤九留下了无与伦比的深刻印象啊。 要想聊一个人,首先就要在他脑海中留下不可明灭的痕迹,三生三世枕上书帝君谈恋爱套路多,聊凤九毫不客气。 以上仅仅是帝君开始聊凤九的第一部,后面的剧情更精彩,大伙儿一起课堂吧,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。 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,请点击订阅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次再会。